11月的多伦多房地产市场到底有多火热 大家好我是Prisisla 我是多伦多地区的地产经理人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刚刚新鲜出炉的2021年11月 多伦多地产局数据月报 跟往常一样我用两个图表 大图是刚刚结束的11月份市场的表现 小图是在上一个月10月份的市场数据 大图跟小图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month over month环比的变化 我们一共研究五个指标 每个指标的下部都有一个白色的百分比 那么这个百分比的数值 就是我们的观察期跟去年同期 一个同比的变化 好我们首先来看大家最关心的售价 在11月份整个大多伦多地区 所有房产内型的平均售价呢 这一次呢是又又又又创了峰值 刷新了上个月的110万5500的价格 达到了116万3000 更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呢 是同比呢 我们比起去年的同期呢 实现了一个21.7%的增长 那之前我老是说 哎呀就是百分之十几的增长 都已经很令人惊讶了 因为你就算找到了一个金融产品 有百分之十几的年增长 都已经很了不起 像房地产这样的一年 只能涨百分之超过20呢 确实是让很多人都觉得说 措手不及 造成的原因呢 就老生常谈 还是就是以前连续好多个月 同样的原因 就是这个货源的严重不足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ctive Listing 就是活跃的这个挂牌量 活跃的挂牌量 其实一直都非常的紧张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是比起去年同期的 这个货源不足呢 在11月份得到了维持 同样2020年的11月呢 市场有将近一万四千套 那我们在上个月呢 我们只有六千套刚刚出头 同样也是跌到了百分之五十六 就是我们市场上的 可供选择的房源数量呢 都不及去年的一半 可是我们的成交量呢 却比去年同期呢还要高 那一方面呢 是货源连一半都不到 另一方面呢 是成交量的这个绝对值呢 比去年还要高 那你可想而知 对于买家来讲 这个选择是多么的少 你要这个打赢多少买家 才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房产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个价格一路 就是不断地攀升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一张图表吧 这个我觉得可以更形象地了解 我们现在货源的这个供应状态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在今年一整年 2010年的这个销量 跟这个挂牌 活跃挂牌量的一个比对 我上两期我有介绍就是2019年 就作为一个不受疫情影响的 正常年份 活跃挂牌量呢 基本上是销量的两倍 那今天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只是想指出 就是现在我们到了年底 这个货源不足 又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今年呢 在三月份 二月份的时候呢 出现了倒挂 就是货源量都不够当月的销量高 那么这种情况呢 在五六七八月份 这四个月得到了缓解之后呢 从十月份开始 又开始掉头出现了 就是这个活跃挂牌量呢 远远赶不上这个销量 那么就是说 一个月市场的这个供应量 可能我们看到说只有八千套 在十一月份的是六千套 可是卖出去的量呢 都是接近一千套这样的水平 就根本就货源严重不足 库存量都不到一个月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有的人说 哎呀可是马上要加息了 那个贷款会比较困难 那么这个会导致 可能房价呢 能够止升回跌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么只要货源 仍然保持在这么一个紧张的状态 我个人不觉得价格的回调 哪怕是指涨在短期会发生 然后就是我想再看一下 就是我们今年全年的这个销量的这个变化 绿线呢是2020年平均的售价 2020年的四月份呢 是疫情净足后的第一个完整的月份 那当时呢就是由于不能够看房了 所以市场的成交呢 是跌掉了三分之二 二分之一 那么当时的售价呢 也非常的受影响 但非常短暂 这个我们货币宽松政策就开始出台 为了让这个经济呢 还有一些上升的动力 那么之后呢 这个房价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下 在节节攀升 一直涨到了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呢 是正常年份的一个传统的淡季 所以呢价格就是开始有微微的下调 当然仍然是比年头要高很多了 可是在今年的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是七八月份出现了一个这个轻微的这个回调 因为我们在三四五六月份呢 这几个月呢 是出现了一个就是非常高涨的这么一个平台的这个高峰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从一月份一下子 二月份三月份三四五六连续四个月的高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七八月份出现了一点的这个回调 但是之后九月份开始呢 我们又一路高歌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历史的峰值 刚才看到的是一百一十六万 那么原因刚才已经讲过了 更多的是这个货源的这个严重不充足 掉掉了去年房源的一半都不止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凡是说认为等一等的 请你们就是看完这两组数据之后 仔细的体会一下这个工需不平衡 货源紧张带给这个市场价值上涨的 这个价格上涨的一个压力 在线天数我们可以看到 就去年的这个时候其实有19天 就已经比这个十月份要多了两天 但是我们由于现在货源这么的紧张呢 仍然保持在13天 一套房产不到两周就被市场买走 那么更多的是那些比如说 比较热的这个房型像自由产权独立屋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月猛涨到了178万之后 这个月又涨到了180万 所以呢像这样的房产内型 在线天数上可能连13天都不止 基本上呢都是在这个竞价当天呢 可以收到8个10个甚至是更多的offer 这个我们作为经纪在前线都屡见不鲜 所以呢 对对大家就是感受一下这个房源紧张 带给市场的这个压力 有一个房产内型我再次呼吁大家注意啊 就是这个condor apartment condor apartment呢是就是所有的房产内型里面 回涨最温和的 但即便是这样呢 我们在11月份呢也出现了一个市区的公寓 也是从73万9千就是回涨到了74万5千 我仍然认为这是现在唯一一个供需平衡 买方卖方实力相当的这么一个房产内型 所以呢我还是呼吁说就是有需求的人 那这是一个非常友好的时刻 大家可以入手 那么我自己在实战待看的时候呢 我也看到有很多公寓呢 是不大需要净价的可能至少有百分之六七十吧 是就是直接挂牌价就是卖家愿意出售的价格 所以有需求的买家呢可以不需要太多的等待 可以入手 我今天呢就是在结束之前呢想挑一个区域来讲 那我们都知道大多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那除了多伦多市区之外呢 还有北面的约克区 东面的杜兰区和这个西面的皮尔区 那我来挑一个区域来看一下 就是说虽然同样是大多 但各个区的表现呢也不一样 我们今天就以皮尔区为例吧 大多地区本身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的这个库存呢 是0.7个月 刚才已经讲过了 0.7个月的意思呢 就是按照现在的销售速度 它用多长时间 就如果没有新的房源加入到市场的话呢 就可以卖光市场上所有的这个货源 那么是0.7个月 那这个数值呢 在这个皮尔区 皮尔区呢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呢 就是它是在多伦多市区的西面 大家非常熟悉的密西沙加这个城市 就是皮尔区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可以看到 皮尔区的这个库存量呢 是0.4个月 就我觉得0.7个月 这都是就是我自己做 这么久的这个月报以来 见到非常低的数值 那么0.4呢 对这样的一个库存量呢 我只能说叫做瞠目结舌 那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货源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active listing活跃挂牌量呢 都只是去年的连四成都不到 可是呢 它的这个成交量呢 基本跟去年同期是持平的 跌了一点点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它的这个竞争 买家的这个竞争 是多么的激烈 那么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货源不足的情况下 这个价格涨25% 那就比这个整个大多平均的 21.7涨的还要高 这就不足为奇了 就是我觉得从皮尔区这个侧面 大家可以理解到 就是货源的不足 跟这个价格的上涨呢 是息息相关的 大家不要存有幻想 在这个货源能够解决之前 这个价格会回调 或者是执涨 好吗 我就是衷心的呼吁 大家就是有需求的人 不要等待的时间太长 好 那么这是这一次的月报 如果您在近期 有买房卖房的计划 欢迎您联系我 为您夺申定做 属于您的卖房卖房策略 如果您需要搜索房产 我能够为您搜索到 所有符合您条件的房产 包括一些超巨价值的 按盘独家挂牌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